房市新闻轻松讲 建案消息随便聊 泡杯好茶 你先来收听的是房老吉 关心你的房市幸福 我是房老吉 我是大院子 我是茶堂慧 投资客挺不住了 央行接连 珍惜台积电话题会烧 高雄法拍移转量暴增 据统计 今年全国1到10月拍卖移转 总共有3521栋 比起去年同期增加了3.9% 六都表现南北大不同 其中高雄市拍卖移转 大幅增加22.8% 房价狂涨欲空投 浪潮退去之强弱 六都拍卖移转动数增加最多的区域 正好也是房价涨幅较大的区域 根据内政部 今年第二季的住宅价格指数 高雄市房价指数年增13.9% 也是六都之冠 而拍卖增幅第二名的台中市 今年第二季住宅价格指数 年增幅度也达12.3% 同样位列 六都增幅第二高 房市走高反转后 买方担忧套在高点而缩手 例如高雄市今年因为台积电议题弱化 一般市场交易锐减 投资人及建商所持物件不易去化 而且央行连续升息造成持有成本增加 提高抵押不动产进到法拍市场的几率 由于房价涨幅大 处时买房到法拍市场减便宜 反观房价涨幅较小的双北市 近年话题性比不上中南部 房市价量起伏也不如中南部 因此法拍移转量持续紧缩 有些人会想要去法拍那边减便宜吗 可是因为现在法拍屋的量不太够 所以很多都减不到便宜 而且我看到有其他篇新闻 有讲说现在的法拍的价格 有一些它会跟市场的价格差不多 甚至一样 还有一些高于市场的价格 法拍都可以炒作就对了 到底是为什么要去买法拍 法拍这我们之前讲过 尽量还是找专业的公司 政府立案 正派的公司 协助你去处理 那这样子的话会少走很多冤枉路 那这边我们就不多谈 你如果你要法拍的话 但价格你要先能够接受 那你都不能接受 你去法拍干嘛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刚刚讲到的高雄 好像是法拍的量开始提升了 那跟呼应我们前面几则新闻 不是讲到可能松动的地方 会先从南部开始 因为支撑的力道不够 不完了 而且因为很多的是走短期的投机客 他不是走中长期的投资角度 这样子是不是又一则新闻开始证明 在南部已经开始了 有这样的状况 那也呼应到前面几则新闻是说 有些就是还在看涨的 还在认为房市不错的 那这些新闻你互相去比较 你不觉得听起来 好像我们在讲的那个论调 是成立的了 实际上的状况是房市的量在说了 那但是某些领头人士 还是希望把价格hold住 撑上去 至少维持着 那能够讲这些话的呢 通常又是属于大者很大的那一部分的 不就串在一起了吗 对我有看到另外一个新闻 他说等降价恐将失望 南部的大建商们 他们已经达成了共识 在2023年 他们要息售慢慢盖 因为他们其实现在对他们来讲 本来他们要盖就是慢慢盖了 有的交屋到七年的 他们原本就打算慢慢盖了 所以他们就希望把价格hold住 只要能够hold住 经过这一段 也许价格就站稳了 那他在那之前 光是土地他就已经先赚了 可是这样子会不会很多南部的 房地产重业人员都失业 就当时景气太好的 一窝蜂涌入这个行业的 有可能会流失掉一些 但是如果说你真的是有办法的 有办法不一定是很会话术 就真的你很懂你客户要什么东西 你能够服务的不错的 我觉得还是会有机会 因为我也不觉得说 这一次的房市会到崩盘的状况 那可能就是稍微冷 那但是他还是算属于一个正常销售偏冷的一个状况 不到完全崩盘 这样子的话 的确是可能会失去工作 但是就去无存经的 留下来都是比较适合的 应该是这样讲 因为前段时间 很多就也只会服务投资客 其他的也不太会 但是我相信 还是有很多认真的中介从业人员 一定有了 又回到我们刚才讲 整体这样子看起来 南部的这些建商 他们讲好了不降价了 我们上个礼拜也提过 但是问题是 这个更之前 可能两三个月前 我们就有提这件事情 当政府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其实就已经让这些大建商 他们就觉得有机会可以联盟了 他们有机会可以操纵市场 那政府为什么当时还要这样做 难道他不知道会变成是这样子吗 我觉得很奇怪 反而让一些中小型的建商 建成是真的很辛苦 他想要做更好的产品出来 在市场上争夺一席之地 反而是断了他们的 赢根 没错 你的弹药库都不给了 这样子的话 你觉得在这一次房市的状况下 会变成是什么 这些大者很大 这些大建商 会变成是跟选举在斗了 好家在还有选举 你这样子弄的话 其实小型的 很难去跟这些大建商去做比较 没办法在市场上面竞争了 回到最后就变成是选票的竞争 我觉得还是要注意一下 因为这是已经是民怨了 有没有可能 这个时候是哪一些建商 会不会是在政治的博弈底下牺牲者呢 我觉得如果说是蜘蛛客来看的话 这个时候正要上演一场好戏 你要上台参与演出呢 还是你要在台下吃的爆米花 吹的冷气 看人家这一场戏呢 这个我觉得就每个人自己去思考一下了 你在台上参与演出 还不知道这个剧情最后走向怎么样 那你太早参与 也不是说你不能参与 你可以演到一半 你大概猜得出结局的时候 你就参与 前面你可能还坐到那边吃爆米花 你太早就参与的话 你就不知道他们现在在做的这些 所有的不管是公开讲话啦 等等这些 他们到底的目的是希望什么 听众你应该是知道的 感觉得出来了 那像这样的状况下 你要不要信他呢 你会不会听了一个月不理他 第二个月有点紧张 第三个月 左手卖右手的状况 让房价还是上升 这时候你可能突然心里面动摇了 你要准备要进场了 可是你要进场的时候 发现哇 自备款又不够 发生这么多状况的时候 你在那边心烦意乱的 你不如看看剧吧 因为如果说现在的房价 就一定让你觉得你是买不起了 那将来的房价 你也只是买不起啊 我买这个房子 真的买不下去 因为我差500万 等了一年以后 我就差700万 你不是都买不起吗 你差500万跟差700万 你都一样买不起啊 那你这个时候 在那边瞎搅货干嘛 冷静一下 没关系 但是如果说 他们价格大幅的修正到 像我们前几则新复发讲的 他降到1300 那你就去看一下他的图了 那我们现在在买房子的人 基本上都像是青少年的看电影一样 18岁以上限制级 我们不要看 那栋楼是限制级的 18以下 12岁以上这个辅导级 也许是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现在是属于辅导级嘛 你用这样的电影分级制度 你去看一下你的房价 也许你就会知道 你什么东西可以看 什么东西不要看 总之啦 不要太急啦 但是有真正住户需求的 我觉得可以去了解 而且我觉得在这段时间 其实大建商讲话 不代表所有建商的心态 有很多的中小型建商 现在提出来的一些产品 是比较好的 规划也比较好的 而且我觉得 不管是在价格上 或者是说规划上 或者是说建材上 甚至有的在地段 都有相当好的竞争力 与其你都一定要去看大型建商 你不如找一个 你觉得体质还可以的 你要去多去了解这家建设公司 没有错 中小型建商 我们之前有讲过说 烂尾楼的风险很多 但是不是每一个 你现在全台没有爆出一大堆 其实很多他还是想要好好经营的 那这个时候 你去看一下 这样子形态的建商 他的建案 你就会发现跟你前段时间 因为炒作 去看那些很奇怪的那些平面图 你会发现真的不一样 不是说我这时候 一定要帮很多中小型的建商讲话 但是我就是想 真的 因为你会发现 他们很多是比较用心的 在这个时候 你更能看出来 而不是只是出来放话说 我觉得这个房价还会在涨 心态不一样 那我觉得这时候大家去看 如果你真的甚至有 比较急的自助需求的话 真的其实这些中小型的 你先看一看 并且你要去了解他的建设公司 多了解一下 去避开风险 如果你完全只要避开风险 你当然选大家的 如果说你想要买到更好的产品 我觉得在这个时间点 中小型建商提供出来的产品 可能会更优质 好吧 那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边 谢谢大家收听这一集的房价老吉 拜拜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